自己心裡知道了 因為他的所有的談法裡頭 沒有道歉兩個字 他每個人道歉的方法不一樣 你也怎麼說 抱歉 真抱歉 對不起 我錯了 我有疏失 據點 各式各樣的文字都可以 賀龍如果覺得他道歉了 那他就是道歉 如果很多人覺得他沒有道歉 他就是沒有道歉 就是每個人以前受的訓練 所謂的中文字有哪些 每個人用的字都不一樣 那至於賀龍 他到底有沒有道歉 賀龍的編劇 現在跑出來講那些酸話 賀龍的製作團隊才說 以後製作團隊不會希望 什麼來賓去挑戰社會的底線 我們不會再為了來賓講的話道歉 那那就是態度很清楚了 就是說他們到現在還認為 他們只是在挑戰社會的底線 但是我告訴你們 你們挑戰的是社會的紅線 是這一條道德的紅線 你們尷尬的孩子大小 尷尬的孩子大小 讓這些把你們當成偶像的這些國中生 高中生 到現在很有可能 在那個是不是歧視的界線上 賀龍現在道歉了 但這個道歉滿曖昧 他說 二零二八年大家可以把票投給對深藏者最努力付出的民進黨 二零二八夜夜秀也會盡全力 浮選民進黨 唉呦 這算是有道歉嗎 賀龍有沒有道歉 他自己心裡知道了 因為他的所有的談法裡頭 沒有道歉兩個字 他每個人道歉的方法不一樣 你也可以說抱歉 真抱歉 對不起 我錯了 我有疏失據典 各式各樣的文字都可以 賀龍如果覺得他道歉了 那他就是道歉 如果很多人覺得他沒有道歉 他就是沒有道歉 這是每個人以前受的訓練 所謂的這個中文字有哪些 每個人用的字都不一樣 但是賀龍還是沒有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他怎麼跟那個 在看他這個節目的這些朋友說 這個那一個來賓 跟他自己對於這個歧視 深仗者的這件事情 不可以再繼續下去 不可以冷漠 所以我才 我不想 我就會覺得說 我那個國中生的那個家長的學生 他他的這一個怎麼 他還是要回去跟他的女兒說 說以後在學校 如果真的還是遇到了 有同學被歧視了 有同學被被人家笑了 你不可以你不可以站在旁邊看而已 你也不可以一起笑 這些都是錯的 我們只能夠請這些家長跟他的小朋友 好好地講說 這個之前看到那個影像那個說法是錯的 那至於這個賀龍他到底有沒有道歉 賀龍的編劇現在跑出來講那些酸話 賀龍的製作團隊才說以後製作團隊不會希望這個什麼來賓去挑戰社會的底線 我們不會再為了來賓 我們不會再為了來賓講的話道歉 那那就是態度很清楚了 就是說他們到現在還認為他們只是在挑戰社會的底線 但是我告訴你們你們挑戰的是社會的紅線 是這一條道德的紅線 你們尬拍的小孩大小 尬拍的小孩大小 讓這些把你們當成偶像的這些國中生高中生 到現在很有可能在那個是不是歧視的界線上搞不清楚 好 那麼在稍早呢 這個山上律師陳俊翰呢 其實也有PO文說 大可不必勉強二零二敗一定要投給民進黨 但如果四年之後發現民進黨做得還不錯 願意發自內心支持也非常的歡迎 那這句話直接對賀瓏來喊話 那我們請教一下瑞德哥 因為賀瓏第一時間是說他簡片出現問題 真的是簡片出現問題嗎 還是這個意識出現的問題呢 我覺得賀瓏跟王治安一樣 他們到現在還不知道錯在哪裡 表面上有道歉 他王治安也是一樣 王治安因為被移民署下令五年之內不能進入台灣 所以緊張了 因為他靠來到台灣做一些動作 然後可以在網路上面批判 因為這樣而獲利 那麼當他不能來的時候呢 他這個獲利的部分啊 什麼百萬YouTuber啊 未來一定會受到影響 現在當然會很高 現在點閱率會很高 因為他更好在浪頭上面 那賀瓏也是一樣 賀瓏歸縮了那麼多天 然後呢 昨天的道歉我覺得你的話太多了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如果你真的有心 我們台灣人是這樣 台灣人其實是胸襟氣度是很大的 如果你難免會犯錯 但是如果你願意道歉的話呢 那我們大家事實上就過去就算了 那他前半段有關於這個 等於說這個陳律師的部分 這個部分其實他道歉就算了 道歉就是說他不應該因為這樣子 然後節目中也有疏失 對王治安他也覺得不妥 你這樣把這個事情道歉完 說明你這個主持人呢 當時因為控場 沒有注意的疏失 因為你也跟著笑嘛 你的助理主持人 女主持人也是跟著笑嘛 哄堂大笑嘛 所以他在做動作的時候 你們都知道 你不要跟我講你不知道 因為影帶會說話 那當然事後在剪片子的時候呢 那麼相關的把關的人 沒有做好把關 所以他們這也是製作單位 為什麼也必須道歉的一個原因 可是王治安跟各隆兩個人 不約而同的故意 在後面告訴你 我不是正心悔改 不是正心道歉 為什麼 因為我都故意去扯到民進黨 很簡單嘛 王治安只是比較笨 王治安用那種方式是說 民進黨不能批評 台灣不是有言論自由嗎 民進黨不能批評 民進黨是最偉大的 然後賀榮的用意 不是也這樣嗎 賀榮也說 我們下次要支持民進黨 然後他還講說 我們去支持民進黨 讓他把這個 等於說陳律師弄上的意思 就是說你把它排到後面 不安全 不安軍名單裡面不是前面 還在酸 還在假就對了 網路不是一切 網路如果是一切 網路如果就是對的 朱學恆為什麼 現在要移送法辦